为了因应国际资源短缺以及气候的边迁 近年来节能减碳逐渐成为了世界重视的课题 在我国开立发票的张数一年就超过了80亿张 等于一年要砍掉8万棵树 财政部为了要减少用质量 推动了电子发票的政策 台东国税局近年来也大力推动以及宣导 希望泄民能够多多以电子发票取代纸本发票 在这个方面有了不错的成效 在102年度获颁了推广电子发票贡献书维的表扬 各位乡亲台东国税局今年因为推广电子发票的成效良好 获得财政部财政资料中心办法这个奖牌来表扬 那获奖的全国只有三个分局 那台东是其中一个分局 就是说表扬我们台东国税局在推动电子发票的成效 非常的优异 在这边我要感谢台东地区的音乐人的配合 以及所有民众的大力参与 那希望以后我们要继续把这个政府的这个医化 继续来推广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金融减碳的效果 感谢大家 台中部推广电子发票至今已经超过了十年 而台东也办理了多次电子发票公听会 以及导入的说明会 透过公听会能够广纳各界的意见 让更多营业人以及民众能够了解 加入电子发票行列 国税局台东分局长也表示 在未来也会继续的努力 和大家一起共创美好的未来 未来我们台东股市局也跟各位民众一样 继续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